这个冰箱里面还剩了三根排骨啊 今天来来做一个排骨的穿式做法 我记得这个是上一回买的 是29块钱一斤 这个锅头先把它载成小块小块的 载好的锅头冷水下锅焯去血水 加入一点料酒 焯开锅后用瓢锅打去浮沫 再给它煮三分钟后捞出来避孕 再来准备上一点姜葱蒜末 这个是姜葱末 大蒜给它也剁一下 再来准备上两锅泡海椒 先把它切一下再剁碎 锅里下入少许的92号植物油 先把锅儿制一下 避免那个锅头下锅的时候粘锅 把锅制好过后下入排骨 先给它爆一下 蒸着排骨吃起来才会香 锅头炒香过后把它刨到一边 下入载好的泡椒木 再加一点四川豆瓣 先给它炒出香味跟颜色来 再下入姜葱蒜末 这个排骨我们把它做成鱼香味的 鱼香肉丝都是经常吃 这个鱼香排骨不晓得大家吃过没有 全部都炒香出色后下入料酒 再加入水调味一点底盐 保定它有盐味一点酱油 烧开过后转小火 把锅盖扛起来 给它烧过50分钟的时间 把排骨烧趴烧烂 现在我有点口干 想讨一个干子吃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想想办法 把这个干子弄下来 现在都已经四月了 还没有吃完 就是因为太高了 讨不到 这个干子也没有弄到吃 还让我有了想砍树的冲动 骨头已经烧来差不多了 尝尝看有没有盐味 调味贝糖两瓢根 这样我们就转大火 用水淀粉勾一个薄芡 再淋上火贝糖1比1的醋 明媛不淋暗油 性感的冲粉撒起关火出锅 看到这个颜色你们就应该给我点个赞生 因为我把我自己都感动了 最后再撒两颗冲发主要是点缀 开头的是入味 非常好吃的鱼香排骨就做好了 这就是下饭的味道 也是一道传统的经典川菜 喜欢的朋友收藏着 有些时候试着告一行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 你吃了什么呀 猪排不是鸡排 猪肉的排骨 猪上的排骨知道吗 嗯 我也尝一哈 非常好吃 这是鸡的话叫鸡排 好吃吗 猪肉排骨很好吃 爱你默默搭点个赞 你再给我点赞 我有点瘦虫肉筋 我脸都整红了 这里已经摆起了 洗碗警告 撒够撒够 但是最后就是重置了 提供过